商骨支架的千金小姐 首先是家里面做生意嘛 摩天大厦里的精致白领 在城里大家喝咖啡那种 气质温柔的知心小姐姐 我知道 其实人家想寻求的是什么呢 一种安慰或者说 一种宣秀和沟通 到底哪个才是她 咱这一块呢 这是个行政村 对对对 自然资源比较丰富 你说这一片所能看都是闺女吧 这些都是的 你是这个村的吗 我是这个村的 真正的本土人才 我在这里上班有七年多了 是刚开始毕业以后在万州 我学心理学 上了四年的心理学专业 毕业以后在万州教了六年书 就是想到因为自己的父母 也在老家 在老家嘛 家里面做生意嘛 也是一种情怀吧 可能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 比如说我现在我的理解 父母人在身边 孩子也在身边 也觉得这就是简单的幸福 16年的时候村子关系 也就是说业务工作是最多 最忙的时候 村子里面也差人 说去村里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就想去村子 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们有这个 矛盾纠纷条件队 大家去做工作 我们给自己盯的目标也是叫 小事不出售 大事不出售 刚开始来村民待见不待见 为我是咱村子这边的人 我们辈分比较低 然后呢嘴比较甜 本以为会如鱼得水的他 庆然 印象最深刻 老板先生不认可 指着名的骂我 只有一次 因为我们村子不是要求 五四九嘛 就说除了是红白喜事如 就是没事别乱办酒 因为他是一个农家乐 他们想到的农家乐 办满月酒 在他那里已经定了喜 完了以后他要退 农家乐找我 你就说你坏了人生意了 对对对 另一方面要禁止他 另一方面他作为市场主持来讲 换位思考 我挣钱 我接担 合法经营他就没错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你在咱村子 我们有要求 像这些酒你不能接 那必须要做要求 但是另外我能够给你做到的 就是说两点 比如说五百喜事 我知道的 不仅咱村子 其他村子 我知道你这里有酒 我可以给你 嗯嗯 认真对待老百姓的每件事情 就是老百姓有需求 就像那排出所一样 叫有景必出 除了矛盾纠纷 更棘手的是 今天上午我们做工的时候 还在讲话 我们村子还存在用工方案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村子有五个企业 然后您所看到的这一片 我们是一个企业 就是搞苗木培育 然后您所看到的这一片 一块产业 梨 黄金梨 还有个企业是什么 学性最大的一个羞木养殖 养猪的 我们是关渡河的下游 利用关渡河内清水养鱼 有一两个鱼汤 这是干嘛 这些就是下苗子的嘛 小石工 小石工 现在是小石工 您一小时挣多少钱 十块钱 一天能干八个小时 一月您能干几天 一月能干几天 前世情有好多天干了好多天了 只要自己勤快 只要不下鱼 只要不下鱼 大鱼生活是有滋有味儿啊 你抽纸烟吗 我不是用盐的 你的盐比我的盐好 比我比我的盐高半截的 这是你老伴 老伴 我们的总是老伴 不是 伙伴 我们这是活着伙伴 伙伴不是老伴 搞错了 有体力 对 我就可以到了来打工 对对对 他们随时金钱在这里 每年是基本上是长期用工 老百姓在这里一年的话 是加价的有40多万的 能够收益 除了让老百姓们 在家门口就有钱赚 他还想 作为我们文旅 这个旅游懂旅发展 也是我们下一步准备一个办款 在这之前 我们是属于江南菜花核心区 龙家乐那个时候 也在逐步的发展 不仅是要变成人流 还要把它变成现金流 你要留住客 那不是说一会儿 今天看到马上走 他并没有把目光放在改建上 如果让我选择 我这里就种花生 我感觉就必草坪要好 在很多大城市 每天享受的都是草坪的味道 但是就没有我们这种 乡土泥土的味道 让人感觉很舒服 能够静下来 我觉得农村要留住农村的DNA 要有乡土的气息 那么我认为 我们要有田有霸 有果有瓜 所以像你这个完全搞研究学生 没有问题的 其实最近不是抖音上有很多这种类似 好多就把孩子放出去的 我们那个红薯 栽红薯 跟那个爷爷们奶奶们 对就掺那树苗 然后收割的时候 我们这里有菜 收割的时候让它自己打菜 就你这种天然老天爷给饭吃 就这么好的地方 你看这种开阔 云大山 人心胸开阔空气很好 您可以带娃来体验体验 刘崇晓 刘崇晓 我是赵好业 我们这个地方 风力好 全好水好 人好 我看您就好 欢迎来到杨林村 山好水好 风光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